我们来看一下山洞的一件事情 说交通半岛大雪 大暴雪天气中 既然出现了一个 无雪的一个真空地带 有个地方就没有雪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个视频 四次课 这个温海温灯 是大雪纷飞 超过了历史纪录 雪都到了 五十五厘米了降雪 看 温海南也进去 地面这么干净 是吧 从外面来的车都带着雪 是吧 冰雪两层天 看 也就是说 山洞那边 在下大雪 他讲的时候已经 雪下到五十五厘米了 但是有一块地方就没有雪 没有雪 我看到那个飞碟 飞得很低很低 飞碟低到什么程度 几乎 就在榴槟上了 到了那个程度 但是我们也就看不见它 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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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在那个飞碟的上方在下 所以那个雪就 递到了那个 递到了飞碟的上面 所以下面就没有 下面有 大雪 下到 所以这一片嘛 有飞碟的地方 这个雪就掉到飞碟的上面 所以下面是空的 是这么一回事 确实 有个大飞碟 现在呢 我们最近这段时间 林派看来的 那个基本上飞碟 就像一个布列的 像个偷偷巾一样 也像布列似的 如果一个布列的东西 在天上的话 基本上就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 即使那个飞碟里边 外星人在里边的话 因为这么大的一个飞碟 很远的地方 有一个人的话 就根本看不见 只能被激了过 飞得太高的情况之下 你从布列传地看里边 也看不清楚 就这样 类似这个 类似这个 所以就讲到 那一块地方 就一块没有雪的 对吧 就是一个飞碟在上方 类似的事情 是 是今年 今年夏天 我姐呢 在我老家那边呢 就搬那个 我母亲去世一周年了 搬那个的时候 天气一爆 那天是有雨 后来呢 我姐就提前了 一个星期对我说呢 有没有办法 临拍一下 全外星人 就让我们家那块 就不要下雨了 后来我临拍了以后呢 跟外星人说了以后 外星人就说 给我打包大伞 在天上打包大伞 也就是说我家方圆 五公里范围之内呢 不下雨 其他周围才下雨 后来呢 我临拍完了呢 我告诉我姐 我说放心吧 那天 我家周围 就 不会有雨了 我姐看了一下天气一爆 早急了 又跟我说 要不要再拍一次 她说因为天气一爆有雨 我告诉她 我说天气一爆是爆了我们老家周围 一大片的天气一爆 讲的是他们的整体流雨 但外星人跟我家的上方 方圆五公里的地方 打半山的话 我家那边就不下雨了 后来呢 那天啊 最后是什么一个情况呢 真的是那回事啊 从早到晚 周边都在下雨 就我家 那个 这边出去五公里 那边出去五公里 也就一个一个 十公里直径的地方 就没有雨 直到晚上收摊了 全部收到家里了 哇 就下雨了 也就是外星人 就把遗产拿掉了 一样的道理啊 当然了 那天我家做事情是 外星人跟我打了一巴掌大餐似的 不是费力用的 但这次呢是一个费点啊 是这么一回事 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好 知道了啊 好 再见 再见